还是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完成嘛 不管怎么样我得要坚持下来 但是我还是抱一些遗憾的 因为也挺没有完成的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忍辱负重吧 心理方面也需要加强 因为其实最后一项我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他们确实今天发挥的不错 今天他们没有失误 所以说我们最大的目标还是自己 并不是就是别人 我们的目标就是怎么战胜我们的零失误 就是战胜今天所有的失误 然后怎么样去弥补我们今天所犯下的一些错误 然后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能零失误 我们一定没有问题 这场男团决赛的较量可以说是异常精彩 悬念是保留到最后一刻才解开 我们中国男队的小伙子有些遗憾啊 没能未免 但是在比赛当中 他们敢打敢拼 也是让比赛呈现出很多的亮点 比如说四个赛当中我们出现失误的安马 这次所有队员都顺利的比了下来 还有在双杠项目上意外失守的邹靖元呢 在决赛呢 也是一扫自个赛失利的阴霾 也是为队伍贡献了一个高分 当然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对手俄罗斯非常强大 他们是以零失误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发挥 拿到这枚金牌 而我们中国队呢还需要回去继续总结 因为体操呢是自己跟自己比的项目 只有自己的硬实力提升上去 才能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 东京奥运会可以透过这次比赛看出啊 将依旧是中日俄三国之间的较量 我们相信中国队的小伙子 也请你们继续加油